把他拆掉 怎麼樣把他拆掉 就是上面這一塊大概80個像素的高度 那採檢的方式的話其實蠻多方法的 你可以用那個 一般直覺是那個採檢 不過採檢的部分 你點這個採檢上面有寬度 你可以把這個寬度一樣設為640 高度的話呢設為560 因為我們剛好算過560 OK 那你可以點擊這邊一下 他會 假設你這邊有一個尺寸之後 這個時候的話你把它拖拉一下 OK 那他會給你一個尺寸 大概 就會是你要的啦 不過 這個方式之外 另外還有什麼 這邊有個叫選舉工具 選舉的話一樣 你這邊 他原來的尺寸是用這樣自己選的 不過這樣自己選一定不會正確 那怎麼辦你可以把這個尺寸 改為什麼呢 固定尺寸 一樣這邊 640 乘上560 那你把它選取 比如說你這邊點一下 他就會有一個 就是你要的這個大小 那你怎麼樣 把它往下拉 拉到底部就對了 當然不要過頭 再利用那個影像裡面 叫裁切 裁切有沒有 把它怎麼裁掉 最後有個選取區域 記得再把它這個選取區域怎麼樣 把這個選取取消選取 因為它是利用選取 給它一個固定的 尺寸 640 540 這個方法的話 蠻常用到的 如果說你不用這個方法 還蠻更簡單的 其實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所以剛剛第一個用那個 裁切工具 或者選取工具 那選取工具裡面的話 一樣 給它一個什麼樣式這邊 這邊調一下 那第三個方法 還有一個 就是在影像裡面的 這個所謂的 版面尺寸這邊 我先把那個 背後那個 這個選取區域 把它選取去取消 選取一下 好 在影像裡面 還有一個叫 版面尺寸 這個版面尺寸 好處就是你直接可以設高度 高度 640 把它改成560 一樣單位是像素 那 那毛點特別需要 什麼叫毛點 也就是說你今天 你是以哪個當基準 那我們所以需要 從這個當基準 因為我要的 這個我要留下來的那個部分 是在下方 所以記得 我要的那個部分 我要的是在下方 所以記得你要選的是選這個毛點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的是上面 那你請你選毛點 選上面 我們來試一下 點這個下面這個毛點 不要點錯了 如果你點錯了 變成方向就顛倒了 OK按確定 他問你說 是不是要 把它切除 因為他原來新的 小於目前的 要不要把那個部分裁掉 要是繼續 OK上面就不見了 那你可以切過來 有沒有 一模一樣 OK 那我們就完成那個 怎麼樣 裁切上半部 記得不要多也不要少 就是裁掉 80 那方法至少有三個 我看起來好像最簡單應該是這個 這個尺寸 560 毛點在下方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最後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那個字 這個字 要把它怎麼樣 放到那個 這個的 左下方 然後呢 它的外框 要變成白色的 那要怎麼樣把這個字變成白的 印象中好像前面102題有個 宋春 有沒有 宋春那一題嘛 什麼怎麼做 宋春那一題 你是把它選起來 然後呢 不過 他那一題是移到 就是有點左 左上角的位 好像左上來左下角 那這一題是 背後有一個 三個像素的 也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外面這個 寬度 是三個像素的一個白色 那用什麼方式來做會最簡單 我這邊提供了一個方法 第一個 你可以先把這個 圖層先把它移到 移到哪裡呢 你可以先把它 複製圖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一樣 我們的 這個圖 PSD02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就移過了 移到哪裡 移到這邊 那你把它移動 用移動工具 移到這個 左下角這邊 OK 可是問題 它現在沒有 位置稍微調一下 因為位置大概過來一點點 好吧 把它搬到 應該要的位置 但是呢 它現在外框沒有出現 那我們這邊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在 這個圖層上方 按右 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印象中好像 我沒有做過類似的 這邊一個筆畫對不對 筆畫請你把它打勾 顏色呢 請你把它改成 白色的 白色一直拉 拉到左上角 這三個數字都是255就對了 按確定 就是白色就是 RGB 都是最大的 255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來 我們還需要做什麼 那個像素部分呢 就是三個像素 預設好像已經三個像素 其他的話呢 就不用調整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只要把這個圖層的圖示 1 點兩下 跳出圖層樣式 筆畫的地方有沒有 把它改成白色的 這個白色 再確定是不是 三個像素 當然 將來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呢 它的外框多一點的話 那怎麼辦 把它多一點嗎 就往外 這數字增加 有沒有 但也不能太多啦 這樣子 你可以再調一下 感覺 效果又不一樣 這個效果其實還蠻實用的 為什麼 因為以後 你要做一個外框字 其實就非常的簡單 那題目是要三個像素 所以你就輸入三個像素 按個確定 OK 那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呢 就完成了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小子 谢谢大家